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影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依然分享我们的极简生活 我觉得我们人经常会纠结在这三个需要上 第一个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第二个是我们想象的需要 第三个是告诉自己你一定需要 这三个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你的生活必需品 就是你没有这样东西是肯定不行的 我们生活当中是一定会需要的东西 其实极简生活呢 就是把我们的生活全部都压缩到 这个第一个需要上 可是呢我就会发现 我们日常生活所买的很多东西 大部分都是我想象的需要 我想象我开个party 我想象我要去哪里 我想象这件衣服穿的 我日常很好看啊 我想象是什么 所以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的东西 都处在想象的需要 那后面这个是 你硬塞给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你到了外边 你看到一样东西很好看 或者是广告效应 其实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你是绝对不会用到的 但是你会告诉自己 没事你将来一定会用到的 你一定会用到的 其实和他想象的需要也差不多啊 但是第三种呢是硬塞给自己的 当然呢我发现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曾经都是沉迷在这几个需要当中啊 但是学了几点以后呢 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对生活用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精准的知道 你到底需要什么 像我最近吧 因为我最近正在疯狂的整花园嘛 然后又非常迷恋多肉 我跟他 跟某个家里人开玩笑 多肉养多肉 但是呢 我就是喜欢玩什么东西呢 我就会非常的沉迷在里边 然后呢就会把各种各样的就是 种花 种草的一些 比方说药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土啊 然后就是会买一大堆回来 包括我那多肉 我都买了90多种回来啊 其实是我自己忘记了 我买了一个份之后呢 我又买了一份 当然还好是不同家的 然后种品种也不一样的啊 等于说我现在拥有了90多种的这个多肉 是因为它是只是剪下来的这个 这个砍头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是很便宜的了啊 也不贵 主要是因为我想递栽 所以呢 我就会买多一点回来 培根 培养这个根系 希望能成功率高一点 这样的话 我递栽呢 可以多一点种类嘛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懂 也在实验当中 肯定有一部分的植物是不能成活的 所以我就是为了确保能够足够的植物成活 所以就多买了一些回来 然后 但是呢 在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 我记得我在分享 我分享在我朋友圈里边 还有学员 还有观众朋友下面说 断舍离 然后我说 已经抛在脑后了 断舍离 已经抛在脑后了啊 其实也不是 而是呢 在我购买当中呢 我就会发现 哎 我买的其实都是有用的 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会提醒自己 就问我自己 真的是你需要的吗 是不是你自己想象的 还是你硬塞给你自己的呢 对不对 那当然了 我说过 任何东西 如果你不用它 你买回来只是放在那里 那你就是根本就是不需要的 对不对 多余的 对不对 可是大家也看到了 我上个星期 大上个星期 我非常努力的整我花园 我真正的付出了我的劳动和体力 去在整理我的花园 而且我那期是下定决心的 我一定一定要做好我的花园 并且这一次呢 不像是以前了 我以前是做好之后 就不关我事了 我这个人是玩东西呢 是玩一次玩过来 又扔了 就不管了 但是现在呢 我所想象的是 我真的是想要把我这个花园 打造起来 并且维护 养护它们 一直变得 就是变得越来越漂亮 这是我真正下定的决心 因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间段 你都会对自己各个方面 有一定的要求 而我现在的整花园 前一段时间是整理家 所以我在拍视频 说不是做极简 现在的家里边 清的差不多了 我就开始转向外边了 那我的花园呢 就把它全身心的 铺在这个花园上 我记得我刚搬来这个家的时候 我是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去打造我的花园 但是后来因为做生意忙了嘛 就没有时间打理了 所以就荒废了 那现在呢 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用上班的 所以我会有更多的时间 在家里边 那我现在就会 那我这次真的下定决心 决定把花园打造起来以后 然后真的是很用心的去维护它 当然我的邻居是功不可没的 他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我决定真的要去做 那通过这个点呢 我就反过来审视我自己 OK 既然你决定了去创造 这样的梦想的一个生活 那你买的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都是必须的 也就是说 我们买的东西 我都会想 它我会不会一直用下去 它对我的这个种花种草 它是不是必须性的 我就不断的在审视 我所购买的每一样东西 其实最近花了也不少钱 但是呢 经过我审视之后呢 我会发现 每一样东西 它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呢 在用了以后 它真的会让你 所想的这个东西 可以更稳定的成长 比方说 我们以前想种花 我说过 我们人经常像吸引力法则一样 我们人经常是 看到别人有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们也想有个美丽的花园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买各种各样的花 漂亮的大大盆的 买好 放在那里 然后呢 我们就不去养护它了 所以 如果你不去养护它的话 你虽然也可以像别人一样 那一瞬间的 短期的 拥有一个和别人一样的花园 但是由于你不去养护它 所以它到最后 将全部都会变成枯萎的 死掉的 然后还继续变得一团乱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 没有想过要去做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做了之后 你只是暂时的享受这个结果 你没有想要去养护它 那你就干脆就不要开始 像我以前也说买花 人家养花我也养花 人家养草我也养草 然后我买回来之后 我只是享受那一刹那 然后我也不去浇水 我也不去管它 它长虫了 我也不去理它 那它慢慢的就会死掉 那我是不是就在浪费钱呢 对不对 而我现在呢 比方说我要去种花的话 我就一定向YouTube 去把这一种花 所有需求的东西都学下来 学好 然后呢 给它配上应该的土 浇多少的水 然后呢 那个根系 比方说受伤了 那个剪切的时候 是需要擦药的 然后呢 或者是要整什么 浇什么各种各样的肥料 我真的去把它学会了以后 确实最近长了不少这样的知识 然后我就在想 那这些东西表面看来 我会买 我会买一堆 关于这个种植的东西 但是我又在想 这些东西 我以后都会用 并且坚持用 而且可以保护我的植物 让它不要死 那你的植物 如果不死掉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省钱了 你不用死掉了 浪费掉了 然后你还要重新再去买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会想 极简生活 就是什么都不买 什么都不用 我们还要生活吗 你怎么 你总不能真的是 一点什么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或者说 你的家这么大 你天天只抱着你的手机 你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那但是我觉得 关键一点的就是 你这个东西 是否是你真的需要的 而你所构想出来的 这个梦想的世界 你是否愿意去维系的 如果你愿意去维系 你愿意去持久的 拥有这个梦想 拥有这样东西 或者说 你为了维系 这个长久的东西 你需要某些东西 而且你都会用上 那这个东西 就可以算是 你需要的 而不是你想象出来的 那要我以前 种花种草 我就是想要那 我只想要结果 我不愿意去为这个结果 而长久的付出努力 那这个东西 我凡是为这个东西 所花出的钱 它都是不值得的 因为 因为它只是昙花一现 对不对 所以呢 最近就算我花了 很多很多的钱 我还是依然 不断的审视我自己 我所买的这些东西 我所做的这些东西 是否真的买的 都是有用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的领悟就是这个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想传递给大家 这个信息 就是当你在 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虽然你想象的很好 啊 我拥有这一刹那 我比方说 我拥有个非常好的派对呀 非常好的party呀 可是 你的这个派对 你只是想象啊 我在这个派对上 穿漂亮的衣服 然后呢 和大家一起去吃喝玩乐 但是 你不愿意收拾碗碟 你不愿意煮饭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去收拾派对之后的残渣啊 那你就可想而知 你为这个派对所买下来的东西 毕竟是浪费的 因为 你可能最多只是举办一次 你绝对不会举办第二次第三次 因为你怕麻烦 对不对 或者说 OK 你买一个兴趣爱好的东西 你特别特别想 特别特别喜欢 我特别想要怎么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没有下定决心 一直一直要去做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没有想过把它变成你终身的娱乐 或者终身的爱好的话 那你最好也不要投资在这个上面 因为这个东西你玩完了 玩够了 你可能就扔掉了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哎呀 以往我以为我会终身的喜欢他 我以为我会终身的去继续做下去 那我建议你在你在做之前 最好去借一样东西回来是 像我女儿小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就会说 怎么样看小孩子喜欢什么样的乐器呀 那如果孩子要抱什么小提琴班呢 老师呢 就可以租一个小提琴给他 他就回来练 如果他喜欢的话呢 他就继续学 如果不喜欢呢 就可以还回学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如果你对某些东西感兴趣的话 你先暂时不要去买 而是跟你朋友 如果他有谁有这样的兴趣爱好的 你可以借回来做一做 然后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 因为一件兴趣爱好呢 你当你做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 它给你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 例如我现在养花养草 我就会发现 每天看着那叶子 新的叶子冒出来 那种感觉好有生命力 好开心的 可是他在短时间内 如果在室内的话 不通风的话 就会有长虫子呀 那你就要想要去除虫啊 对不对 然后你要定时的浇水呀 如果你养不好的话 哪里烂了 哪里坏了 你就会心疼了 所以你不去做这件事情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 会给你带来的好处坏处是什么 而且任何事情 它毕竟有阴阳两面 有好有坏 对不对 而有的人为什么能把这个坚持下来 是因为这个好处远远大于了坏处 或者说这个坏处 你还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你就更加容易坚持你这个兴趣爱好 那还有一点就是 在我整花园的时候 我得到一个经验 就是比方说 如果我不懂得 如果我没有学习相关的知识 我可能在种多肉的时候 就用了普通的土 甚至呢 我也不懂 我一看它干了 我就浇水 它可能就烂掉了 对不对 或者是长虫了 哎呀 我浇头烂额 长虫了 怎么办 我该怎么做 我好可怕呀 我可能就把它扔掉了 所以呢 很多东西就是 知识支撑你 让你更加的容易 去实现你这个梦想 因为你有了足够的知识性以后 你就按照它 你该给多少水 给多少水 你该给什么样的土 给什么样的土 你该怎么样照顾它 怎么照顾它 生虫了以后 网上有很多人告诉你 该用什么样的药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它 那这些东西 在你就是遇到问题很正常 但是你解决问题 不再会让你焦头烂额 你也会很轻松的 去把这个兴趣爱好 积蓄下去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兴趣爱好 停下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困难 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所以这个兴趣爱好 我就不做了 那很多 这就像我们平时找工作 也是一样 有很多人找工作 哎呀 我想做这个 我想做那个 因为你想象的 永远都是好的一面 可是任何一份工作 你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对吧 当你一碰到 就要付出努力的部分了 哎呀 这个也不行 哎呀 那个不行 你就往后退缩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和我种花种草 是一样道理的 你必须要 如果你真的选择了这个的话 你必须要把里边 所有的知识性 你都学透了 学会了 你才能真正的 有足够的技能 和好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 这个东西 给你带来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如果问题能解决的话 那不就只剩下 美好的快乐了吗 像我记得在 YouTube上 就看到有人种多肉 他就是想找一个那种 黑斧啊 或者找那种烂根的 给大家讲解说 可是他说 不好意思 我就是养的这么好 没有烂根 没有黑斧 然后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就把我给逗乐了 就是说你要是真的 自己已经养了很多年了 你已经知道 他们的习性了 那些问题 也都将不再是问题了 所以呢 万事开头难 所有的兴趣爱好呢 都会将会花我们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但是关键的是 如果你能把它坚持下来 那你所有的开销都是值得的 如果你不能坚持下来 那你哪怕花一块钱 都是多余的 所以呢 在我们不断购买东西 或者每天购入东西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思考 这三个需要 它真的真的是你需要的吗 当然了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 比较幸福快乐 基本上的衣食住行 已经就是不缺了 所以我们经常会想 哎呀 那挣了钱干嘛 干嘛不花呢 对不对 如果不花的话 我只天天这么惨 过着那种很拮据的生活 不是很惨吗 对不对 你可以买 你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 你可以想过精彩的生活 你梦想的生活都可以 没问题 但是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把这个爱好 设定为你永久的爱好 那你就可以 大量的投入精力和时间 在那上面 如果你没有想过 也不愿意为这个东西 付出你一辈子的时间的话 那你就不要为它花一分钱 还不如花点时间去寻找 直到你找到了 那个你真正的爱好以后 你再去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放在这个兴趣爱好上 然后让你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 因为现在呢 很多人都跟我说 就是除了手机 好像自己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了 经常回到家里边 工作虽然很累了 回到家里边 就是滑手机 然后除了滑手机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而我整天呢 就非常的忙 像我们家 前两天有个我们家房客 他因为是做工地的 工地就停掉了嘛 他需要在家里休息两个星期 然后他就闷得不得了 因为他习惯了早起 然后他起来干嘛 起来打游戏 就是一天到晚 没有事情做 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但是我可以理解 因为他天天都要上班 他也没有时间去培养兴趣爱好 所以难得停两个星期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无聊 所以兴趣爱好 也是要靠自己去培养的 也是要靠你去寻找的 你自己如果长期在家的话 你在家如何能找到 适合你的生活模式 也是需要去寻找的 像我在家里已经好多年了 我已经习惯了 每天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又什么做辅导 又讲课 又拍视频了 哎呀可忙了 最近呢整花圆整的 我简直是废寝忘食啊 但是我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做极简的 真正目的就是 为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 时间金钱精力 全部都集中在那些 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事物上 而不是去浪费在一些 没有意识的一些物品上 所以购买不是问题 花钱也不是问题 但是一定要思考过以后 再去下单 不要像我一样 下完了就忘了再下一个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现在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今天是10月1号 我已经把所有的植物呢 都暂时先放进了 这个盆子里面 目前为止呢 是没有浇水的 等到10天以后 一周以后 再去浇水 希望它们都能存活 超级可爱 再来一周的声揹 再来一周天 再来一周天 一周天 再来一周天 再来一周天 再来一周天